在纽约一座不起眼的建筑的一楼 设置着来自美国各地的十个小设计师的标签 这些时尚创造者是从一百多个申请人当中选出来的 他们希望自己的设计能一举成名 两年来,新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向他们提供相当大的支持 比如廉价的店面租金 沃索维奇就是其中一位设计师 他们提供的可能是法律帮助 也可能是启动网上商店 还可能是解决生产问题 他们为你请来业内有经验的人 帮你出谋划策 可是产业还是你自己的 这不涉及现金,不提供投资 只是支持而已 沃索维奇入围电视节目项目起跑线的决赛 他有自己的粉丝群 沃索维奇在争取向名人销售产品 过去一年,他的顾客包括名演员Mila Kunis 名模Emma Stone和名演员Elizabeth McGovern 但是要更上层楼成为名人时装设计师 需要的不仅是热情 我所为其明白 他需要像Kevin Klein的卡夫莱这样的人指教 也需要Diane Wong Furtensberg这样的人指路 我的名头很小,我的支持也不大 纽约需要知道我们这种人,这真的很重要 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 才能成为Ralf Lawrence和Donor Karens这样的出名设计师 约翰森是纽约市时装产业浮化项目的主管 我认为任何企业都需要在本行业成功的人 你必须牢记,企业是由人组成的 都需要真正有经验的人 开办企业,发展企业需要给这些人发展的宝贵资源 我所为其的所有制造过程都在纽约 这是他能更好地控制它 亲自监督生产的大部分阶段 他还相信要以长眼眼光进行商业计划 一套设计不能吃一辈子 只要你的时装不是最好就会下滑 你交货晚了,人家就不跟你做生意了 对我来说,成功必须能长期维持 他需要顾客和店家互相忠诚 他也是个人的成就 我所为其有一个不断扩大的全球网上顾客群 美国各地的精品店里都有他的作品 他的名气在增长 他说,他的声誉来自时装产业浮化项目